当有贪嗔事慢仪出现时,之前想的是,我要学菩萨,我是菩萨,我要仪式修成,所以我不能有这样的思维和行为,但总觉得在和心魔的抗衡当中有点力不从心。 但有一次听师父开始说众生需要什么时,突然有被一棒打醒的感觉,从此遇到心魔出现时,就立刻想着众生受益就好,我无所谓的,这样感觉就能很快地化解掉不好的思维和行为。 师父请教,是否其实文我利,他心中只有众生的需求,没有了自己的利益,才是对治心魔的无上法宝,请师父自非开示。 是啊,你的小丫头,现在才谈到正规的东西了,心魔它是什么,你只要有佛就有魔呀,明白了吗? 这个世界,这个宇宙空间,它本身就是具有阴阳两极的嘛,为什么叫有阴阳啊? 你有阳就会有阴啊,你有男人就会有女人啊,对不对啊?一样道理啊,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阴阳两极,呵呵而成的,所以当你要克制心魔的时候,你就必须阳光灿烂,你的心中博光普照,你才能克服住。 实际上,红血球和白血球,它都需要存在你身体当中,它来保持一种平衡的呀,但是你红血球多了,你就压制白血球了呀,白血球多的话,你可能就生病了呀,听不懂啊? 嗯,听懂。 好的好的,感恩师父,慈悲开示。 好的,感恩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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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